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经播出还是很吸引观众眼球的 而最吸引小编眼球的就是因跨年代而不断露馅的各种穿帮 下面呢就随小编来为大家揭晓此剧的十二大穿帮镜头吧 穿帮一 在第三集中在全友和国悦逛完商场回家的路上 就见路边的墙上每隔几步就安装着白色塑料盒 这可是每家每户各自付费的分户电表啊 近些年才有的装置怎么就出现在文革期间的大街上呢 穿帮二 在第八集中 国生骑车带全家人回家的路上 就在大街墙壁上出现了131开头的手机号码 这可是剧中文革刚结束时期啊 呵呵 同样的穿帮也出现在了第十六集 许听回国后去国生家探望 就在他下车的时候 后面墙上的两个手机号码赫然映目 哎呀 不知道手机主人给了剧组多少广告费呢 穿帮三 在第九集中 当国生在全友家喝酒时 这时桌子上的筷子是这么方的 随后紧跟着镜头里 筷子立马就换位了 你这要换来换去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考虑到筷子的感受了吗 穿帮四 在第八第九集中 当国生高考结束后 接马天回家时 注意 接上这几个群众演员 若干天后 当小马天在路上遇到大姐 假装没看见时 看 还是这几个群众演员 再过若干天 国生离婚后 骑着自行车回家时 再看街上的群众演员 居然还是那几个 可见为节约拍摄成本 剧组还是挺尽力的 只是不清楚 这演员们的盒饭 会不会也在节约成本之中呢 全帮五 在第十二集中 当国生和陈丽在河边商量对策时 注意他们这时 是坐在上面倒数第二个台阶上 但紧跟着从背后拍摄的这个镜头里 两人却是坐在最上面的台阶上 难道这是为了突出对策的高大上吗 传帮六